基隆市衛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专员 进入七毒马林服务家里有失能长者的民众 细心评估长者失能等级以及告知家属 政府可以提供的各项长照资源和服务 让住在所谓山区的失能长者家属 感到非常贴心和窝心 基隆七毒的山区本来的资源就比较少 又属于比较偏远的地方 所以所有的复健的动作或者采买的动作 其实就变成会落在家人的身上 那如果这个成员又少的话 或者是子女在外地 这完全就是要靠外面的人来协助 所以我说山区会比一般的市区会更痛苦 会更压力更大 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资源 只能靠自己的家人来去承担 所以照顾中心的人过来会特别的重要 也希望这样的资源能够给我们山区有一些 更多的协助这样子 也到现场关心民众以及长照服务的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特别感谢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的专员 冒着大乐天 认真贴心执行长照任务的辛苦 不过在得知照管中心专员 加上督导满边应该要28个人 但是现在只有13人负责服务全市现有4485位 列管失能长者个案 平均一位专员要服务将近400位长者 一向非常关心重视长照问题的张耿辉 就呼吁市政府尽快补满缺额 经费预算的问题 他绝对会全力相挺 现在有基隆市已经超高龄的一个县市 尤其这个照管中心的专员 他们真的不认辛劳了 尤其幕边切瓦15位的名额之下 每个人几乎要负责大概300多 甚至要到400个人 那我想这边耿辉也呼吁我们市政府 在经费习可下如何尽量来补足 我相信耿辉一定会全力支持 其他的同仁也应该会支持 尤其我们这个长者 为了让我们家属的话 能够减轻一些负担 然后经由我们照管中心来访市 确实有需要协助的地方 他们会尽力前进来的支持 所以在这个区块 会希望我们市政府相关部分 要多加把劲 让我们市民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 基隆市卫生局照管中心表示 目前还缺15位照管专员 欢迎有医事背景 包括护理师营养师等以及社工 或是老人照顾 相关科系毕业的民众 都可以上基隆市卫生局 电脑网站 查询加入照管中心的条件 和薪资福利等事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